前面斜斜的 因為這個其實都有點偏旁啦 字啊如果變成感覺有點偏旁 其實都會蠻寫的 最後比往上跳 這邊刃 寫的比較低 上面有空隙 不要想把空隙填滿 字會鬆掉 好 那這個長盒要夠長 中間是爛掉的 那個照片長看起來是 好像是整條線都虛掉 都不見了 直撇 直了 再彎過去 點 稍微靠右邊一點 把字給壓下來 好 起 繩 繩 點 按下去 讓它點重量 這個流動一下 然後這個撇 飄逸 後面變粗 樹畫是這裡面看起來比較厚的 但是很短喔 很短 不要每次看到樹畫就拼拼拉長 因為它待會右邊還有一個 長的樹畫 所以右邊 放短是一種聰明的做法 它的約啊 田啊 這都寫得很扁 好 繩 剛才說這個筆畫就是 要拉長的 後面可以加一點粗息 繩 琴 點 帶動過去 撇 帶上來 逆過去 中間細的 這種是標準的 儲碎了 稍微往上翹 長短稍微不一樣 逆上去 下來 這裡有帶 帶一次是為了寫這一個 筆畫 然後這個筆畫應該稍微 往下帶一點點 有點弧度 然後琴 這個月寫的倒是蠻挺的 右下角這個一定是最長 然後再彈上去 中間的 不要看這兩個短短的一項 寫得很飽滿 好 請 先 先這裡是背破掉 所以它撇又變橫畫 撇又變橫畫 這樣子看起來感覺要撇出去 那我們照 原石的方式 來試試看 所以它撇斜的很短 很短 然後橫畫倒是拉得很長 但是這個字有斜度 斜度的目的在於說 要寫那個 扶而勾 斜上去 斜上去以後它又逆勢下來 到這裡稍微帶了一下 然後這裡是看起來輕重比較明顯的地方 就在後面這一片 那這一片一定要整片上去 否則會覺得太薄 這樣子看過去至少有個厚度 炒 這個炒到偏左了點 主要是還是扶而勾的問題 扶而勾在 字裡面 它是非常搶眼的 拿到位置 都會 左邊都會稍微往左邊寫 那右邊才伸得長 所以這個包也是有這個意思 折 戴下去 好這個靠左邊一點 折下來 穿透出去 讓它產生骨感 那剛才講說 它靠左邊是因為這裡要拉出去 而且這個 筆畫你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 從很細很細 開始轉動過來以後 到後面拉很長對不對 可是它筆是躺下去的 所以它上去以後 這裡是一片 因為是筆是有點側 躺上來 所以它這邊上來會有一片 的感覺 撈過來 起筆 扁一點可以拉長 折 我覺得比較用力了 到這裡 這裡沒有勾了 之前有出現過兩個四都有勾 這個倒是 第三個 但是沒勾 沒勾就好 這個把它寫扁一點 封好 好 好 人 太過來 有個彈性 彈起來 然後這個撇撇的很短 因為等一下下面還有心 這個 點到點的平的 快變橫畫了 然後這個點 點的很 左點但顯得天直線 然後這個很扁 可是它拉得好開 到外面來 外面以後才 順勢勾進去 點是點在這個心的下方 偏外側 等於說這個人 完全靠左邊去了 靠左邊去了 然後右邊這個點 點得很高 主要是它一定要 這個縫隙要對準它 不然就完蛋了 人